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他撐上去還是怎麼樣 結果他拿下來背包裡面的衣服是空 裡面東西是空的 陳列好這樣子喔 陳列好擺在地上 那很奇怪喔 因為我們最後一定有一個人 有一個領隊待在最後面 一個導遊在最後面 你所有人不可能比他後面 那你要把背包東西拿出來擺成這樣子 你一定是要落後在很後面這樣出來 那他背包在什麼時候被擺出來 他希望你們就去這樣把它收一收這樣子 也不跟他女神講到底在哪裡找到 就跟他說被放在路邊啊 你就把它帶走就對了 對啊 如果我知道我那些衣服都燒掉 我不敢穿 你說還有一個更恐怖的 因為我中華人 中華有一個那個八卦山隧道 對 因為我們雪山隧道 大家都知道是高速公路現在目前最長的隧道 雪山是也是高速公路上面的隧道 它是東西向的 它是從彰化一直通到南投 那它是貫穿整個八卦山山脈底下 那旁邊有墳墓有什麼 那我一個朋友他住彰化 他住南投 他每天要到台中上班 所以他回去都會走 習慣走彰化走這一條回去 他就有一天開車開開開 他就發現 路邊怎麼有人在走 就發現路邊有人在走路 結果高速公路不可能路邊 那個快速到路不可能路邊有人在走 他就開過去然後閃過去 他也沒停車也沒怎麼樣 就從照後鏡看 然後看人不容易 第一天 第二天還是從這邊經過 也是那個時間 大概他回到家 經過那個時間大概就是11點多時間 怎麼會剛好那個時間那個時段 又眼花看到 又經過去又開過去 又看到那個背影 然後他在看照後鏡 仔細要看到你是長什麼樣子 對還是不見 持續大概一個多禮拜 持續大概一個多禮拜 但他也不想什麼 因為他沒去騷我 他也沒去想什麼 到就是禮拜的禮拜天休假 到禮拜三班的時候 他就開開開 又看到那一個人 又同樣又在那個時間 又出來 又出來 結果他這次看照後鏡 到底有看到他的臉嗎 還是沒有看到 他是看那個 我們車子兩邊不是兩隻嗎 他看到沒有看到 但是 他在 車子裡面那一個照後鏡 看到有一個人坐在他的 好痛喔 到別去了 那是真的 那他看到 他的描述 他看到不是一個實體的 透明的 他可以看到 從照後鏡可以看到這一個人 然後透過他可以再看到 後面的車子 是一個虛幻的影像 好 原來有隧道你又不能停車 那你又不能超速 他只有 一直開著前面 一直開過去 他開過到南投那一端 他第一件事 你先停到路邊 找個加油站 先下來 找有人氣的地方 找有人氣先去晃一晃 然後再把他開去廟裡面 車子開去廟裡 休息位 休息位 然後再開回家 有一些那種計程車司機 還是轎車的那個小車司機 常常會這樣載到搭便車 有一些是像我朋友 他們開經過隧道 就會說 隧道好像會扶那個人的靈 你知道嗎 對 其實喔 其實喔 有個邏輯喔 等一下請老師來講 隧道的出口跟入口兩邊 最好是圓形的 日本長期他們聽說有個隧道 它一個是方形的路口 出來也是方形的路口 全部鬼聚集在這裡 我要講是自強隧道 台灣的自... 台北那個自強隧道 其實你看喔 是不是都是圓的 我不知道 但是只要有一個出口是方的 晚上出去 進去到隧道裡面 永遠走不出來 鬼打牆在裡面這樣 某一個東插大學 你想我們不要講哪個大學 那附近過去就是東插大學 聽說過去有個學生 有個學生是晚上 很皮啊 結果十一二點 就走... 走... 走了兩個鐘頭還沒走出來 還沒看到隧道出口 就說他一直在 一直在走... 走到裡面走不出來 本來幾分鐘的路程 走兩個多小時 對... 後來是他那天情緒 是不是很好啦 就心神不好 他有一天就... 就在騎摩托車 再走走走 再開 摩托車吹到50 車子還是很慢 那指標還是在50 結果吹吹吹 吹到最後還看不到出口 後來他怎麼樣 他停車去殺泡尿 後來... 就可以了 這一點我們來看 是不是殺泡尿 能不能就是避險 那這是最好的方法 你還敢停車 你還敢停車 你要突然出現有人 沒辦法 但是女孩子我沒辦法 假設女性走到那裡 不過晚上十一二點 假設你要去探鬼的時候 再跟兩三個朋友 就女性朋友一直走走 假設你走不出來 那很簡單 那就表示說你一直走 怎麼一直走 看不到出口 對不對 你看志強睡到時候 看不到出口 就有一天就剛剛講 那個同學聽說 是他們... 他們你說 就他那個騎的 不是後來騎出來嗎 還沒騎出來之前 跟跟阿領隊一樣 在後視鏡看到 有人貼在他後面 就是一個 只能看到頭髮長頭髮 那他一回頭又沒有了 就是說那種是晚上 大概是臨時在你旁邊 跟你打個招呼 沒有人出來打招呼 對 給他李老師告訴我們 到底要如何保平安 可是我覺得 像剛剛超哥講的那個 我是聽過我朋友講說 他不是走不出來 他是開一開開車 然後怎麼開到天花板上面 好假的 你知道嗎 然後就都沒有人發現 他是在上面這樣 一直開來開去 那個是不是看M1B 看那個... 看M1B看多了 然後我也不知道 他是幻覺還是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鬼打牆 像我們剛剛講 那麼多隧道對不對 你都靠下跪啊 有靠下跪沒有靠下跪 有些人就是剛剛 潘安講的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可能什麼都沒看到 可是就開不出來 對啊 有的還有那個阿嬤 在旁邊跟你賽跑 一直跟你打招呼 這樣子 像高雄過港的隧道 也是這樣子啊 其實它不會很長 可是重點是 有人講說他裡面的色系 就會讓你覺得很疲倦 就有點昏昏黃黃的 可是重點有人喔 開進去之後啊 很短大概三公里左右吧 頂多 但是在裡面啊 可以開兩個鐘頭 還開不出來 就是永遠在原地 永遠在原地 那剛剛那個超科 有提到日本啊 就是那個野竹隧道 其實非常有名在 那個華視新聞網啊 其實他們曾經去採訪這個隧道 他很特別的地方是說 他本來 剛剛江老師講的 我要呼應他的說法 其實隧道的進口跟出口 是最容易就是 他其實是最陰的地方 那是陰陽界的出入口 對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 我們 我們姑且說 他是川朝附會好了 聽說這個 日本這個隧道啊 他是兩個 就是出口的地方是方的 原來是方的 然後進去是方的 出口也是方的 可是後來呢 常常有民眾 當地民眾啊 就看到啊 就是常開車過去啊 半夜的時候 就看到一排人很像 跟他在跳殭屍一樣 你知道嗎 跳過去喔 然後跳跳很整齊 然後再跳回來 就反覆 就在隧道裡面反反覆 反覆 可是後來呢 就是人家說 把它改成所謂的 就是進口是方的 那出口是 有點半橢圓 所以這樣子的做法 是為了趕鬼 所以就聽說 這樣子做了之後啦 那個跳來跳去的東西 已經不見了 可是 剛剛超哥說要是方形 你說要是 對 方形沒有錯 對 然後做了改成那個 要改成橢圓的 對 然後就可以趕鬼 就是不要有方形 方形你感覺進去 隧道裡面好像進去 到什麼棺材一樣 是 方形那是在骨 那是往事 這真的跟形狀 顏色有關 原形它本來在檔薩裡面 它形成一個薩 可以把它深射回去 就是一般有些在陽宅裡面 它會用這樣設計 在我們的住宅前面 但是原形我們比較怕碰到 就是在這個 它天然的結構 譬如說 我們看到很多隧道 它是出入口都是同一個 但是有的是兩個有沒有 在埔里有兩個 但是地形的關係 形成一個像枯字有沒有 它那個地形的關係 所以形態上看起來 枯上的臉 讓人家會心理上 起了一個很大的壓力 對啊 那個隧道有關 對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認為說出入隧道 我提供一個看法 就是說一般講說 是不易有 我是說是不易有 哪是不呢 第一個就是說 不要不信邪 就是我們進入一個隧道 不信邪 你可信心有 就是我們也不必要這樣子 也不用過分害怕 第二個不要細虐 就是進去隧道 隧道的時候 有些人特別 因為不信對不對 就講一些很 幸福的話語對不對 對啊 那這個 在這個益次元空間裡面 它是很容易去 專門找這種人 可是男生帶女生出去 就最喜歡在隧道那邊講 所以說這個男孩子回去 往往要特別要小心 要洗我 對 糟糕 這是第二個 那我講完 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在裡面有狀況的時候 第三不就不要回頭 不要回頭 他們都沒有回頭 他們看交後 對 但是有些人不自覺就會回頭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們過去講 在道家裡面講 有三 我們就有三光 日月星三光 我們本身就有這樣的一個 一轉頭就滅了這樣 有這個光明存在 所以我們不要去回頭 就是勇往直前 第一個你膽視也比較穩 第四個 不要吹口哨 在裡面 不要說有些人特別好像 隧道比較長對不對 他會去吹口哨 老師可是他們沒有吹口哨 他會聽到有口哨聲 那就不要理會 那我要問老師 可以聽歌嗎 可以聽歌嗎 他一歌裡面有口哨呢 我愛吹口哨 因為不是我們所吹出來的 請教老師 我們剛剛提到說 那個學生 他這琴摩都下來就殺泡尿 有用嗎 那個是一般來講 民俗裡面叫鬼擋牆的時候 碰到這個情況 一直繞不出去的時候 因為你去的時候 用這個污秽之氣來化解掉 當時在那個空間裡面 做一個化解 這個民俗裡面是流傳非常久的 行光大哥說 還要對著車頭尿才有用 不一定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那你剛剛講有一個有是什麼 要有什麼 要有正氣 一個人 因為為什麼我們講隧道會是這樣 因為你看比較長的隧道 或者彎曲的這個隧道對不對 它是不是特別容易不見天明 陽氣不足 那特別如果加上周遭的環境裡面 譬如江老師說 有這些墓地 或者過去有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因為它是會怎樣 會共同聚集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當你有陽氣正氣的時候 就會化解 所以有些人如果 可是你看有的連警官經過 他也是正氣禮男啊 對 他怎麼也會碰到啊 但是那個警察可能貪污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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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